保安局表示 其中一名買豬仔騙案受害人 星期一安全由泰國抵港 當局截至同日早上8時 再接獲多一人求助 仍然受困在柬埔寨或緬甸 至今累計有37名受害人 現在有23人 目前我們相信 據家人理解 其中14人在緬甸 9人在柬埔寨 他們身自由都受到限制 但安全方面暫時沒有太大威脅 卓孝葉又表示 如果遇到騙徒要求交屬交屬金 交屬應該和執法單位聯絡 當局說 警方除了會透過國際刑警 和當地執法單位一起共同協作跟進 在安排受害人回港方面 除了中國市領館之外 亦都已經動用駐地經貿辦協作 另外入境處為騙案設立的WhatsApp專線 至今收到超過200個訊息 但只有4宗屬於相關個案 當中更有110宗是惡作劇 當局呼籲市民切密濫用服務 至於警方的執法行動仍然繼續 再有一名29歲男人落網 令被捕的涉案人士增加自到6人 早前被捕的一名30歲男人 已被落案起訴串謀欺詐罪 星期一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押後至10月17日再信 她申請保釋被拒 東網記者孟家琪報導 這更多刀 在編排成小的確是 該撤寓法院是 Fourth系列的 導人的通報章 それでは您的確訪